咯这个辅音在法语里面属于轻辅音 法语的轻辅音 发音的要求是使用口腔发音 声带尽量不震动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虽然它是一个轻辅音 但是发咯这个音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不发成爆破音 也就是说我们发的是咯而不是啪 请大家再跟我读一遍这个辅音 咯 咯 放在单词里面跟我读一遍 吧了 吧 滴了 PS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课学的第二个辅音因素 仍然是一个轻辅音 这个辅音是得 发这个辅音得的时候 舌尖要抵上尺 气流受毒后 同样是冲出口腔的 这个得同样是一个轻辅音 跟刚才的得类似 用口腔发音声带不震动 请大家跟我读 得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得 大词 代词 地 我们在这课要学习的第三个辅音 是辅音 这个音的发音方法 舌尖要抵上尺 气流部分受阻 从舌头两边外出 声带是要震动的 这是一个着辅音 请大家跟我读 在单词里面 请大家跟我读 我们要学的下一个辅音 是辅音 辅音 对于中国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比较难以掌握的辅音 这个辅音是一个小舌颤音 发音的方法 舌尖底下尺 舌后部向软额抬起 小舌下垂 那么气流出来的时候 可以带动这个小舌 这个小舌颤动之后 发出辅音 那么这个音 发音的诀窍是 我们发这个辅音的时候 喉咙一定要放松 让小舌自然下垂 如果喉咙很紧张的话 小舌抬上去 这个气流出来 就没有办法带动它 所以发这个辅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喉咙一定要放松 让小舌自然下垂 请大家跟我读 放在单词里面 请大家跟我读 我们下面来看辅音 辅音是一个塞音 发这个辅音的时候 要求双唇定笼 软额下降 气流在口腔中 受到完全的阻碍 然后用鼻腔 外出 震动声带 请大家跟我读 放在单词里面 请大家跟我读 我们今天要学的最后一个辅音 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最后一个因素 这是辅音 辅音 辅音 辅音是一个卷舌音 辅音 辅音的时候 舌尖要向上抬起来 那么气流部分受阻 由舌尖与上尺稍后的部分摩擦发出来 声带同样要震动 请大家跟我读 要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发辅音 辅音的时候 嘴唇要略微向前突出 我们一般管这种辅音 叫做圆唇辅音 嘴唇略微向前突出 请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放在单词里面 请大家跟我读 好 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下 本课的 Flash动画 请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下 au revoir 接下来我们学一下动画中出现的单词 请大家跟我读 Bonjour 您好 日安 早安 Monsieur 先生 Comment 如何 怎样 Comment allez-vous 您身体好吗 Vous 您 或者是你们 太 很 非常 太 狠 非常 Bien 好 Merci 谢谢 A 何 于 疾 法语中的A是一个表示并列的联词 moi 我 aussi 也如此 同样 好 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我们学过的这些单词 好 先生 您怎么工作 您很好 非常好 谢谢 您很好 也很好 再见 在这一课我们需要了解法语中最基本的几条语音知识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音速 音速是语言的语音形式的最小单位 法语是由音速构成的 法语的音速一共有35个 音速可以分成两大类 原音与辅音 法语的原音一共有15个 发原音的特点是发音的时候 声带要震动 气流通过口腔时 不受其他发音器官 例如嘴唇 牙齿的阻碍 而法语中的辅音一共有17个 发音的时候气流多少会受到嘴唇 牙齿等发音器官的阻碍 除此之外 法语中还有半原音一共是三个 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法语中的音节 音节是以原音为基础的 一个单词里面有几个原音就有几个音节 只有原音没有辅音也算是一个音节 但是如果只有辅音没有原音的话 那它就不是一个音节了 那么法语中的音节分两种 第一种叫做开音节 开音节的特点是以原音节为 注意这里说的是原音音速而不是原音字母 例如单词mercy mercy的第二个音节 si就是一个开音节 以及单词moi 这是一个单音节词 一共只有一个音节 而它也是一个开音节 除了开音节之外 第二种音节叫做避音节 避音节与开音节相反 它总是以辅音节为 注意这里说的也是辅音 而不是辅音字母 像我们刚才读的单词mercy的第一个音节 ner这就是一个避音节 其他的避音节 例如madame之中的第二个音节 dame 有me这个辅音节尾的 也是一个避音节 我们刚才在课文里面学过的 见面打招呼的话 bonjour 其中的入 同样也是一个